南北大道星期三凌晨发生三车连环状车祸 轿车当场起火燃烧 车上的五名大学生死亡烧成胶尸 太平医院法医小组透过死者生前的牙科记录和胶尸 进行了比对吻合 证实了其中三名死者的身份 由于遗体被大火烧得难以辨识身份 因此警方只能够根据死者的牙科记录辨别身份 三名死者证实为22岁的穆罕默纳斯伦 事发当时他负责开车 19岁的穆罕默纳比尔 以及后排右座今年23岁的伊克巴尔 至于另外两名死者的身份早前已经获得确认 并且已经运回家乡安藏 结果仍也已经有は残留的 感谢之前 9人 出发 大 separating